今天我们来讲解分袖子的生素 也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件件衣服 这里是前边握的后片 知道一定的高度 这里我们要开始分袖子 这里留袖子两边 留袖子 就是夹孔的留针 这个位置 我们要在 一边剪掉 一边我们要剪掉十针 这样 我们一边剪掉十针 这是这一件衣服的一半 你可以把这里当作前片或者后片 剪针 这样来剪 把它放近一点 收身 也就是收身 收身我们先收 不得了吗 有这个事情 那这个时间 就好 有这个事情 就这么好 那个事情 让我们下来剪 就好 怎么办 来 就好了 怎么办 这样 这里整个花形收 123456 78910 好我们收到把晒把晒针收掉 右边一边收针这里我们就收好了 这里这片我们要收十针 下边我们一样的要收十针 来我们继续往前支 然后是一片我们要 一直支支到这边来 到这边来我们再来收这里的深处 好我们支到这边 我们不在这一排简针 我们这里正常编织 把这一排全部编织完整 因为我们要剪针 我们不可能往左边剪 所以说这一排要的把它编织完 编织完我们在后面剪针 这里要的我们要剪掉十针 减一针 减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四针 五针 五针 六针 七针 八针 九 九 十 十 好这里我们十针剪好了 这里是反面 我们看正面 现在这两边 这里我们剪了十针 这样剪了十针 好我们现在往往上编织 来我们下一排在正面处 这面处我们要往这里边剪针 好我们边编 两百减一字针 我们要算两百减一字针 就是来编织 这平针呢 我们一样是平针 是反针的 是反针 是反针 这样整排径环编织 好的 四面编织 这边编织我们要在这两边减针 这里我们要在这两边减针 这两针合并 这样合并针 这花期我们将在下一期讲解的花形针 我们现在主要讲 当我们剪针分袖子的一半前片或者后片 到这里我们再来剪两针 好 这里我们要来剪两针 这里我们把边上这两针合并 然后我们到反面编织 到这里来编织我们一样的这里要剪两针 两针要合并 到这里一样的 这里两针要合并 这里最后两针我们要合并 这两针合并我们就把线拉到后面 然后直接这样合并平针 好 下一把编织 这样你看 下一把编织我们一样的把针绕到这里来 一样的我们再合并 两针合并 两针合并 每一排我们两端都要合并针 合并 这里大家不用管这里 我试的是花形针 这里中我也是要绕两圈的 我们每一排这里都要剪掉一针 这头也是一样的 每一排这边也要剪 往上编 一直往上编织 这里我们要剪针 把这两针合并 合并针当我们一刀 我们编织的花形针 然后我们一样的要往上编织 往上剪掉 这样编织 一直往上形成编织 每一排这两端都要剪掉一针 下面我们这里分锈 织的织 织我们就分好了 这里你要剪多少针 取决于你 编织 这个编织多少针 然后到这里来 我们就要留 这里做尖 这边做尖 这里留做领子 后面的话尖 你还要编织几针上来 这里留肩膀 两边留肩膀 你要不知道你是多少针 你要量 你要量一下 你自己的尖宽有多少 然后是你留尖宽 这个位置 剪到尖宽留叫尖宽 然后是你 这里是背尖宽 到这里来 你要量这里 这个位置 你要留多少针 主要的是你用 你用什么样的毛线来编织 然后你要编织多少针 每一种毛线 编织的关度是不一样的 你要量自己的尖宽有多少 然后毛线 你要编织多少针 几多少针 这里衣领 你要留多少针 你要量自己的尖宽 好 下面我们就 这片 后片我们就展解到这里 这里留肩膀 这里往外溜 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在我便利器里面留言 再来一遍